兩位NBA球星 火箭隊的James Harden和六馬的Paul George 今天早上才到台灣 下午就來到清華宮中來參加一場籃球訓練營 擔任的是U16男籃隊的教練 對 而且他們還帶領球員進行了一場比賽 那最後呢 是大鬍子教練技高一球 率領紅隊擊敗了有Paul George所領軍的籃隊 那兩位球星也回憶他們小時候打球的共同偶像是誰呢 那就是胡人隊的球星 小飛俠Kobe Brand 踢踏入體育館便引來球迷發呼 火箭的James Harden和六馬的Paul George 今天來到進華國中來指導U16的小國手們 進行籃球練習 隨後也進行了分組對抗 台北賽還沒有開打 兩位球星先當起教練 互扁苗頭 大鬍子教練可一點都不馬虎 他會在場邊大動作抗議 架勢十足 最終Harden領軍的紅隊擊高一籌 擊敗了George的籃隊 看到這一群國中生 兩位球星也回憶起童年 談起小時候的偶像 我是一個很大的Penny Hardaway 很大的Penny Hardaway 很大的Kobe 和很大的T-MAC 我只是看NBA 我從L.A 看著Lakers 我經常去家看Kobe 星球季火箭重金打造冠軍陣容 身為正宗老大哥的James Harden 目標當然直直 總冠軍 我們在訓練中 只要給互相感受 我們都要對我們一起 然後讓我們一起去做 我們都要成功的 然後讓我們成功的 火箭上一次奪冠 要追求到1995年 當時非洲天王 Olarjuwan還在陣中 如今崭新球季還沒有正式開打 哈登並已經信心滿滿 誓言打出精彩球鋒 要帶領火箭重返榮耀 有點疾逼 伍佳 藍玉民 台北報導